春节廉假受南方云气及风便通贵影响 在30号小年夜 东半部还是应有雨的天气 31号除夕 水气会减少气温稍微回升 不过接下来几天 花冬地区还是有短暂雨 一直要到星期六天气才会稳定 提醒花冬地区民众出门 要记得携带雨具做好防疫工作 春节廉假启动 民众也把握机会做最后的大扫除 不过29日起 受到南方云气及风便通过的影响 春台有雨 30日小年夜水气减少 但花冬人士短暂阴雨形态 一直到31日除夕水气减少 民众可把握当天阳光露脸的机会 小年夜跟除夕 整个东北风还是会影响比较大 但是到除夕的时候 东北风中午以后稍微会减弱一点点 所以除夕跟2月1号 大年初一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东北风会减弱一点 然后温度会回升一点 然后2月2号 2月3号 2月4号 基本上还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整个天气都大概受到封面跟南方水气的影响 所以都是一些应有雨的情形 不过不会下一整天 大概就是一些短暂雨或是短暂阵雨的情形 所以到1月31后期 东北风或是大陆冷气团会减弱一点 所以到除夕晚上开始温度会回升一点 然后到2月1号大年初一温度还会再上升一点 然后2月2号温度都还是比较偏暖和一点 但是因为它比较偏期末 未来我们可能还要再看未来的天气走势 因为有点春天的感觉了 就是说系统变化会比较快 所以还是提醒观众随时留意我们的气象局的资讯 初一初二气温稍微回升 东半部仍有短暂雨发生 初三到初五封面通过 气温又降水气增加 东半部还是有短暂雨发生几率 一直到周日天气才会转趋稳定 提醒民众春节期间 有计划出游民众记得期待雨 具适时保暖做好防疫 记者长帮演华临时报导 请大家看